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会有就是不同 那么闭不上眼的时间呢 一定要涂眼药膏 这些呢都要事先的了解清楚 包括上颈下垂 做完了之后会有什么样的这个后遗症呢 或者是需要在后期的怎么护理 都要提前的跟医生做好那个沟通 然后呢你也要把自己的一个病史呢 跟医生告知清楚 让医生对你的手术呢 有一个比较好的那个充分的一个了解 好以便对你的手术呢 采用最好的最佳的一个方法 那对于顾客来说呢 对于病人来说呢 术前呢没有什么特别需要做的准备 那么最多也是手术之前呢 洗个澡啊 洗个头啊 这些都是所有的手术常规要做的 因为刚做完手术 一段时间内没有拆线之前呢 是没有办法洗澡的 洗头还好说可以到洗发店里面去洗 这些都不是问题 相对年纪大一点的这个顾客呢 因为可能会有一些 要吃的一些活血化鱼的药 这个是要停的 那么我们手术前呢 也会对所有的手术患者呢 做一个术前的一个体检 一个评估 然后根据你的具体情况 来告知你 是不是能进行手术 这个请大家放心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